政府今年6月冻结引进外国移工 让国人优先获得工作机会 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落实的重新安置非法入境者计划 让滞留我国的非法入境者 选择自愿遣返回国 或是有条件漂白成为合法移工 这项为期7个月的 漂白非法入境者计划 政府暂时只允许建筑业和农业等 四个行业变请他们 并保证不会剥夺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 此项计划并没有第三方 或供应商参与 由内政部和人力资源部联手推出的 重制非法入境者计划 下星期一开跑 当中有两大计划 遣返和就职 让滞留在我国的非法入境者 自行选择 是否愿意遣返回国 还是要留在我国工作 内政部长纳杜斯里寒扎在努定强调 政府暂时不打算开放边境 依然禁止引进外国移工 而且不是所有领域 聘请这群非法入境者 Buat masa ini 这项计划将交由移民局和半岛劳工局全权负责 有意参与计划的雇主 下星期一开始可以向这两所机构申请 获取详情 韩扎一再强调 政府时刻关注本地人的就业情况 而这项计划不影响国人的就业机会 政府也设立一个执行 委员会负负责监督重置非法入境者计划的实施过程 至于横跨两大部门的特别委员会 下个月三号召开第一次会议 着重探讨是否有必要将计划扩大到其他领域